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来学习中风三十七年法师全集 我们继续看《佛说阿弥陀经》 我们上一次向大家介绍了 极乐世界重要说法的内容 重要都是阿弥陀佛神力变化所说 所说的内容是五根五根 七谱七分八圣道 那么这也是三十七道平的内容 我们上一节课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三十七道平 那么最后呢 谈到八正道 这个八正道呢 我们昨天所介绍的是一般的佛法 这个说法 我们的师父上台 在讲这个三十七念的时候 特别在尽忠意义上 为我们的介绍这个八十八十道 那我们呢 也应该啊 来共同学习一下 看看净土中 八正道是怎样子解释 那么这个八正道 那么这个八正道第一条是正见 这个正见呢 一般所说的就是正直正见 对于正直正见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 那么在净土中里面 我们修学是一心一意儿 修身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啊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政状态 以及世尊在净土中里面 给我们介绍净土法律 我们要生起决定的记忆 坚决的动力 不怀疑 这就是正见 那么正思维 在净土中里是怎么说的 正思维啊 不是说我们起心动念去思考啊 这个正思维 这个正思维是放下妄想分别之所之后才叫做正思的 那我们如何来放下妄想分别之所呢 愣言经理的大师至菩萨 念佛能通常 你看为我们介绍的修学功能 是一佛念佛 就能够献请帮你 必定建佛 能够天天向佛 天天在慈念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政状态 这就是正思维 所以每天读诵净土经典就很重要 因为每读诵一遍 就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政状态 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念 这些种种的情形啊 在脑子里面变了 这是正思维 那么在经中的眼下 正语是什么讲法 正语就是一句 我们能够长长的念 那这就是正语 所以平时养成念佛的习惯 见到人都合成了念一句 然后问阿弥陀佛 或者是念阿弥陀佛 把电话 接电话 拿起来就先是一句阿弥陀佛 这样子养成习惯了 时时刻刻都不忘了阿弥陀佛 那么下面是正语 正语怎么讲法 静中里面呢 这个正语 意语里头 是长诚习惯 深语呢 常常礼拜阿弥陀佛 口语呢 常常念着阿弥陀佛 深口语三语 都用阿弥陀佛设置 这叫正语 那么正语 正语是 我们说 生活 你要过日子 念佛人 如何度日呢 印光大师 他给我们提出来 说在 现在末法时代 大家修行 最好的是 小动力 不超过二十年 在一起 工作 大家呢 从一个志愿 修圣经 一心一意 念阿弥陀佛 到场 不化愿 不做法恨 不搞这些经颤子事 天天呢 就像他说起 每天的功课 就是内功 甚至呢 人讲经都不讲 那么这个 印祖当时的时代 大家的根基好 他们的人老实 所以不听经 一句佛号念到底 他们能平均 可是我们现在 不行 现在人的根基 比民国时代 有差不多 人不老实 不经经 就谈不下 念佛 也止不住 也不能够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那怎么办呢 我们师父上人 就跟我们加了一堂功课 要讲经 要听经 这是借行并重 借行相应 这是念佛人的证明 道场没有横场 那我们呢 这个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但是心里不牵挂 一心向道 由佛菩萨来照顾 师父上人 常常提醒我们 只要我们这一生 为佛法 为众生 我们呢 我们不用去画人 一切都由佛菩萨来供应 自己不用招心 这是正命 下面讲这个正经经 在镜中里面讲 是如何说法呢 就是念佛 要念到一心无法 真正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绝不懈怨 这是经经 那我们呢 就念佛 其他的法明 我们都不必须设定 就把心定在这一门上 这个用符号 来控制自己的妄想 分别执着 控制自己的 烦恼习气 第一个功夫呢 是功夫成片 这成片的功夫 就是他 这个烦恼习气 不发作 不起信心 在逆境里面 不会啊 生成会 在顺境 心里面啊 不会起贪 你这叫做功夫成片 你能够扶得住反恼 烦恼没扶住 功夫成片 那么你有这样的功夫 就一定能够扶生 往生如把握 那么只要你能够保持下去 不要脑袭 不要退心 也不要懈怀 这个烦恼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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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的 越来越少 如果我们呢 掉以轻心 这个不能够保持这个功夫 那么烦恼习气啊 累生累积以来所积累的非常重要 所以又让它冒出来的话 这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提起警局性 不敢了大意 那么功夫再提升 由功夫成片 就提到异性 事异性不乱 事异性不乱是完全把烦恼控制住 你不用去做异 烦恼也不如起信心 完全扶住 那么功夫再提升 到了理义性不乱 那么这就是把烦恼转变成问题 所以理义性真正叫做断烦恼 其实断烦恼不是说烦恼真的断掉 而是你真正觉悟把烦恼转变成固形 那么在中文文理念下 这个功夫就是明性见性 破一品无名的正义分法身 所以念到理义性不乱的功夫 你就有这样的境界了 那么当然理义性不乱的境界 我们不敢说 每个人不能打得到 因为这个很不容易 但是功夫成限 是每个人都可以打得到的 只要你肯真用功 真一将奉行 这一生是决定能打得到的 那么下面八中道理还有正念 正念是什么 就是念之在之 二六十中 这个符号不尽端 不仅呢 这个念佛 这是正念的 这是正修 那还有助修 助修是我们的 平时断恶修缮 对于佛所说的教课 依教奉行 这是要正住双修 决定得圣经 这是正念 那么最后第八条 正定 这个正定 就是我们把心定在这一个法面上 一心一意 就念佛 一生绝对不改变 绝没有动摇 那么你这一生决定成修 这是静中一个讲的八中道 我们来继续看阿弥陀经里的下面经文 在极乐世界真的是美妙 六成都在说法 不仅是阿弥陀佛 诸大菩萨 说法不断的 连众鸟 连花草树木 连这个风 风声 树声 统统都在说法 那么这个国土里头的众生 听到这些法音 都会念三宝 念佛 念法 这是三宝 那么这里呢 也可以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三宝的内容 简单的说呢 这个三宝 有别像三宝 也有一体三宝 这个三宝 我们普通说的 佛法僧 那么 什么是佛宝呢 这个佛宝啊 我们通常讲 佛有三宝 大宝 道宝 和印花宝 那么 什么是法宝呢 法宝是我们讲的经典 这都是从事项上来看的 别像三宝 那么经典里头 所记载的 是佛的教法 每一部经典 都有啊 教理 行果 这四个方法 教是教法 理是理法 行是行法 果是果法 这四分 是每一部经典 都具足的 那么 僧宝 那么僧宝 在诗上上讲 我们说是 三成 贤胜 这个三成 是讲 僧人成 人觉成 和菩萨成 这里面呢 有贤 也有胜 这个贤胜呢 有差别 比如说在 菩萨成 什么是贤人呢 贤人是 从初柱位 菩萨 到 这个 十回向的 菩萨 就是 十柱 十行 十回向 三十个 位次 这里头的 头上呢 叫做 贤 那么什么叫圣呢 圣就是 出地 到等觉 十地 加上等觉 十一个位次 那么通常也叫 三贤 十胜 十胜呢 是指 十地 那么在 小城里面 它也有 行圣 你看 这个 通常讲的 四果 那么四果 是 四相呢 是贤 比如说 这个 出国相 是贤 这个 出国 虚陀还 就叫 圣 二国也是 二国相 是贤 司陀还 是圣 那么 这些 这些 分类 我们就清楚 也就是说 贤呢 是还在 修学 圣呢 是已经 修学 原来的 这么果的 就像我们 在学校 读书一样 读书 有不同的 这个 学历 那么 在 小学 中学 到大学 每一个 这个 阶段呢 你看 都有 再读的学生 和都有 毕业了的学生 再读的学生呢 就叫 贤 毕业了的 叫做 圣 上了大学 他也有了三学 像 学士学 硕士学 和博士学 那么 你在 读着 学士 还没拿到 学士学 还在念 本科 那么 你是贤 等你 拿到 本科 毕业了 那你就胜了 那么 最后 拿到 博士学 位 国位 大胜 圆满了 所以 这贤胜 是从 这样子 区分 那么 这里讲的 僧 是 三层的 里头 贤胜 那么 这是讲的 别像上的 三道 在 唐朝 禅宗 六祖 慧能 大师 在 谈经里面 他对于 三宝 也有一种 解释 解释的 也非常好 他说 这个三宝 是 觉正 静 佛 是 觉 佛者 觉也 法者 正 我 生 者 静 那我们 可以想象到 为什么 六祖 慧能 大师 当时 不用佛法 声 来 讲 这个三宝 而要用 觉正 静 来 讲 这是 因为 当时 因为 佛法 已经 有一千年的历史 传 传到了 唐朝来 也有 好几百年 那么 传到中国来 也有上千年历史 这个 整个佛法历史 应该是两千年 那佛法流传的 这么长久 必定 大家对于一些 名词的含义 就会有 错觉 往往 这个概念 模糊 就会 直向 所以六祖当时 给人 传授三规的时候 就不讲 别像上的 他讲的 是讲 觉正经 那么 这是 让我们的 懂得 三宝 真正 含义 什么是佛 觉而 故意 就是 就是佛 那么 什么是法呢 我们要 正而 不邪 这是法 什么是 人生 敬而不然 这是 生 这是讲的我们自信的三宝 所以 外在的三宝 是提醒我们自己 要觉悟 要正知证件 要清净 不污染 把我们自信三宝 提醒起来的 所以 这个三宝 是这么个说法 大家对于佛教 就不会认为它是明星 那么下面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体三宝 这个一体三宝 里头讲的佛宝 是什么意思 在诸节里面讲 是淡然制造 灵敏绝量 这个 德能 是我们 每一个人 自信里面 本来 具有的 它不是啊 从外面来的 也不是你自己修成的 而是你自己 真心本心 一头 代表的 本来 不是 那么这个 确实 不关修正 修正 没关系 所以这个 讲的是自信 不生 不灭 不来 不去 不生 不灭 就是没有生死 不来 不去呢 就是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另外 不增 不减 就是你 觉悟 你在 战然 制造 灵敏绝量 是 再烦 不减 再胜 不增 没有增减 不会说 你是成佛了 你就多一点 在凡夫位上 就少一点 不是 是 众生平党的 各个具足 这 湛然 就去清静 我们的自信 本自 清静 从来 都不会有 动摇 从来 不会有 他没有 形象 所以 他也 无处 不在 整个虚空法界 都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 华元经上面 讲的好 唯心 所现 唯实 所变 那么这个 讲的是佛宝 是从体上 讲的 讲的就是我们的 真心 本性 那什么是 法宝呢 法宝的解释 是 十项 离体 清净 原谅 这个 这个 十项 就是 宇宙 人生 的 真相 什么是 宇宙 人生 真相 唯心 所现 这就是 十项 清静 原妙 就讲 这个 自信 一成 不然 圆满 原妙 圆容 无碍 这个 不是 我们可以用思维 能够想象出来 十项 理解 不可 无私 这 讲的是 法宝 那么什么是 僧宝呢 僧宝 是 理智 不二 和 和 无 无碍 你真正能够 参透 明白了 啊 你能够 认识啊 宇宙啊 真的就是一根 大的 生命 共同性 啊 它是大 大合 啊 和和 无为的 众生 与我 本来一体 是不二 自他 不二 这是讲的 三宝 那么 这个 讲的 一体 三宝啊 实在讲的 佛法 生 三宝 是一 二三 三 一 它是一体的 不是啊 这个 三个 所以 从体上来讲 这就是 佛法 从相上讲 这就是 法法 从用上讲 作用 就是 生法 这是讲的 众生啊 极乐世界的 众生 闻到 法音之后 都念了 三宝 那下面一段呢 是讲 杭树说法 我们来把 经文 读一下 舍利佛 如物卫此鸟 时事罪报所生 所以 则何 必佛国土 无三恶道 舍利佛 其佛国土 尚无恶道之名 何况有时 施助众鸟 皆是 阿弥陀佛 欲令 法音 宣流 变化 所作 舍利佛 比佛国土 威风 虽动 珠宝 杭树 吉宝 罗瓦 出 微尿音 譬如 百千种月 同时 俱作 文事 因者 自然 皆生 念佛 念法 念僧之行 那么 这一段 是讲到 极乐世纪 这个 风树 在作乐 这个美妙的 景色 极乐世纪 你看 微风吹动了 吹动了一些风铃 树 上面的叶子 都好像风铃 风一吹过 叮叮当当的响 非常的明亮的声音 这些声音 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种声音 是法音 你仔细一听 他才跟你说法 让你开之后 让你断除 反好 让你能够 自然就能 念佛 念法 念什么 这一种 正念之歌 那么 这前面 一两句 就给我们 承接 上一顿 这里所讲的 这个鸟 它不是 罪报 所生 所以在极乐世界 没有三个鸟 没有地狱恶鬼出生 那这个鸟不是 树生 不是 你看这个 经文给我们 解释的很清楚 这个鸟 是 阿弥陀佛 为了让 法音 喧流 为了给大家 讲经说法 变化出来 那么 偶一大师 在要节里面 有几句话 我们呢 把它提出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 鸟一大师讲 此中 显 化琴 威风 树王 等因 乃一切 一正 假实 这个一 就是一报 正就是正报 那假 就叫假相 它是属于相 这些是所变的 这个实 就是能变的 能变的是什么呢 是法相 所以叫实 真实 那么 所变的法相 它是假的 这一正呢 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正呢 是刹那在生命 那么能变的法性呢 是真的 所以 你看这个 一正 能变 所变 当体 即是 阿弥陀佛 三身 四德 毫无 差别 原来都是 阿弥陀佛 变化 所做的 一正 状元 这个 三身 是讲 法身 暴身 和异化身 这个四德 讲的是 常乐 有近 所以 在这个 极乐世界 不管是 正报 阿弥陀佛 还是 一报 包括鸟儿 树 风 等等 都是 阿弥陀佛 他 变化 所做 那么 这种 情形 只限于在 极乐世界 凡圣 同居主 因为 凡圣 同居主 的人 是刚刚 往生 到极乐世界 他们的 凡行 没有断 所以 阿弥陀佛 很自卑 横顺 众生 随喜功 等 变化出 这些 一正 庄严 来 觉悟 大众 这是 极乐的 教主 慈悲 到了 极水 怎么说 阿弥陀佛 是个 好老师 真的 寻寻 闪恶 那么 底下说 这也是 偶一大师的话 情与无情 同学 明远 似教 道品 不量 法门 同时 也说 随 类 各解 能令 文者 念 三 保 我 这些 极乐世界 大众 在 这种环境里头 他自然就能够 念三老 为什么 因为 情与无情 这个情与无情的众生 有情众生 包括 这些鸟儿 都是有情众生 无情众生 这些花 树 风 都是同选妙法 都是阿弥陀佛 变性出来的 我们说阿弥陀佛真的是精心设计了这个很好的修学环境 让我们在里头修学进步的非常神学 那么我们看到像古代的小说《红龙龙》里头讲的这个甲府建造了一个大观园 大观园里面 大观园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那这种大观园里面 那这种大观园里面都是人工设计的啊 再设计总也有屈性 可是呢 极乐世界啊 那这种大观园里面啊 所以 真正是纯净 纯净 纯善的心结 一丝毫的缺陷的东西 那么这些鸟 啊 竖 说法的 说法的 一丝毫 是 寺教道士 无量法文 同时演说 这个 同时演说 我们会 解诱 那你这么无量的法文 这个 同时去听 那不是听乱吗 那这个听的声音不是很嘈杂吗 那实际上呢 你不用担心 在极乐世界上面呢 那个境界实在是太美了 你在那里听呢 想听什么经 你就只听到那里经 比如说 我只想听 他那里经 我耳朵里只听到那里经 那跟我旁边坐在一起的人 他呢 想听金刚经 耳朵里就听金刚经 那个人想听华元经 他也听华元经 其他经过很多 这是啊 世事无碍的法界 真的是佛法里所讲的 佛以一声一音而说法了 众生随类各得解 所以无量的法文呢 你想听什么法文 就听什么法文 那么现在呢 科学的 技术的发展呢 这些情形呢 我们的人工也能够创造出来 你比如说 我们呢 住在一个庭院里头 这个庭院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个 闭路的电台 电视系统 那么每个地方呢 可能都打着一个电视机 或者每个房间 在这个 酒店里头 每个房间都有电视 那么你呢 想 看哪个频道 你就拿手上的这个遥控器 一按 你就出 比如说第一台 是讲康所经 第二台是讲华元经 第三台是讲金康经 你想听什么经 只要一按 诶 那个频道出现了 那每个人呢 就看他自己 愿意看这个频道 互相呢 都不妨碍 这是有点相似 但是极乐世界 比这个舒适的 他连你手上摁的这个遥控器 都不需要 而且呢 互相之间 一点妨碍 妨碍都没有 真正呢 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你在极乐世界 想要啊 到十方世界去走动走动 也可以 只要一动念头 那个世界啊 就能够限制你面前 就好像你看着一个 立体的电视 你可以直接呢 看到 那个世界的 那些跟你有缘的人 甚至啊 过去啊 那些清衡 他们在干什么 没得清楚 那你想进去呢 一下子就能进去 所以啊 在极乐世界 真正叫做大圆 那 那 所以啊 这 后面这一句 啊 新闻做了一个小节 啊 说 舍利佛 欺佛国土 成就 成就 如是 功德庄严 那 那是佛 佛教的舍利佛说 极乐世界 真的是太庄严了 那这句话 偶一大师呢 也解释 他说啊 这是令身性一切庄严 皆道是愿行所成 总治所成 那么这是一家佛力的加持 要让我们的身性不移啊 身性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庄严 都是阿弥陀佛的行愿所成 啊 他的总治所限 总治就是自性 啊 智性里头的剥弱智慧 啊 变现出来 那么这是讲啊 啊 佛那边啊 是 献出啊 这一切的重点 啊 那下来呢 皆五人 敬业所感 为时所变 那么这是 讲道啊 啊 跟阿弥陀佛 所限 有关系 也跟我们自己 啊 这个有关系啊 我们自己是什么呢 敬业所感 为时所变 啊 啊 那么这里 敬业 是什么业呢 啊 啊 讲的通俗一点 就是我们的心愿解行 啊 跟阿弥陀佛 相应 啊 啊 那么这个境界 是我们啊 感得的 啊 那我们的心愿解行 如果跟佛 不相应啊 甚至完全违背啊 那就不可能 见到极乐世界的庄严 啊 啊 最念佛的人啊 啊 他一定是跟阿弥陀佛 心愿解行啊 相应的 啊 他才能够啊 啊 感得啊 极乐世界啊 这意证的庄严 啊 啊 啊 这个境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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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见到 能受用到的 境界 啊 那么 下面呢 大师又说 佛心身心呢 互为影智 什么叫影智 啊 这个智就是实智 啊 影就是幻觉 啊 啊 像我们的身体 站在阳光底下 啊 就有一个影子 啊 那我们的身体是智 啊 这个影子就是你 啊 啊 那么在极乐世界里面 啊 佛心和众生心啊 啊 那是互为影智 啊 啊 所以 阿弥陀佛如果是实智 啊 我们众生是坏的 啊 如果我们是实智 阿弥陀佛是坏的 这叫互为五智 啊 所以在那个境界里 佛跟众生呢 啊 是一不是二啊 佛心身心啊 融成一起啊 啊 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啊 下面偶一大师举个例子 他说 如众灯照各变四一 啊 这种境界 我们 可能很难体会 啊 啊 那怎么理解呢 啊 啊 偶一大师说呢 就像一个房间里面 啊 点了很多的灯 啊 这每一盏灯呢都是开着的 啊 都亮的 啊 那么你呢 可能是其中的一盏灯 啊 那么你这个灯 它的光啊 啊 啊 它是自己的光 啊 啊 啊 可是呢 眾多的灯啊 合在一起呢 这个光明啊 是不能分开的 啊 它是合在一起啊 啊 一片圆融 这个光明 啊 就四一 就好像只有一盏灯 的光明 你看 啊 它不会光明分成一块块 啊 啊 可是啊 虽然四一啊 它就是各变 啊 各变就是 每个每一盏灯啊 它都有照亮它自己的那部分 啊 所以你把这个 其中一盏一盏灯啊 啊 关掉 满光明就放暗一点 啊 可是呢 你也不能够啊 说呢 啊 那一块的光明没有了 还是有 是互不妨碍 啊 光是变照 啊 所以呢 这里讲的 光光 互照 啊 四一又非一 啊 非一又四一 啊 就是这种境界 啊 那么 佛与众生啊 都是这样子 啊 光光 互照啊 啊 下面 偶一大师讲 全理成事 全事集理 全信喜修 全修再信 亦可 常 深思 啊 啊 这里讲的才是 事实的真相 啊 啊 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啊 就是如此 啊 啊 这 权力 就是 啊 整个神世啊 就是 啊 极乐世界也是如此 啊 啊 娑婆世界也是如此 啊 不同的 就是吧 极乐世界人心清晰 啊 没有染物 啊 我们这个世界呢 呢 心啊 无染物啊 啊 染物里头呢 有伤 啊 啊 如果是啊 啊 染多 尽少 啊 惡多 善少 那这个世界感应呢 就灾难了 啊 苦难就很多 啊 啊 那么 这四句 全力 全理成事 全事集理 全信喜修 全修再信 啊 啊 讲的是啊 理事 不安 啊 信修不安 啊 啊 这个信修 就是 信德和修理 它们是 圆融合成一起的 啊 这个理 很深 啊 啊 啊 那么 我们呢 要 仔细的 去深信 下面呢 偶一道是 一句非常感叹的话说 奈何 离此净途 别谈 唯心净途 为 甘舵 蜀吉 鸟空 之敲 啊 偶一道是在这里啊 啊 批评啊 一些 不肯老实念佛 啊 啊 这些人呢 他们 轻视 念佛 他们 啊 啊 他们喜欢呢 谈选之妙 啊 啊 这个 说什么 唯心净途 啊 自信仪陀 啊 就不用去念佛 啊 啊 求不求往生啊 也没什么关系 唯心净途啊 啊 啊 那么你说他 懂道理呢 好像呢 也能懂一些 啊 他也知道啊 啊 这个 这个 唯心净途的部分 啊 可是呢 他也不是真懂 啊 啊 那么说有啊 啊 他也不懂 尿有之理 说空 他又不知道真空之理 啊 啊 所以啊 总在那里 道听徒书了 啊 啊 总离不开 妄想分别知觉 啊 那么这种人 啊 离此境界 啊 别谈 唯心净途 啊 把极乐世界啊 跟这个 唯心净途 分开来谈 啊 他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 啊 别谈唯心净途 这种人 奥一大师做个比喻啊 说什么呢 鼠极 你空 啊 鼠极就是老鼠在叫的声音啊 叽叽叫啊 啊 鸟空是什么呢 鸟在空中飞行 啊 飞过去之后 你看在空中没有横迹啊 啊 啊 那么这是比喻什么呢 啊 鼠极 老鼠叫声啊 是讲他们啊 不知道 妙要的道理 啊 鸟空呢 是呢 他谈这些 真这个空啊 也不懂真空的妙力 实际上啊 真空和妙要啊 是一不是二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啊 你就晓得 什么叫做 威信 尽可能啊 啊 那么这是一大段 啊 为我们呢 介绍啊 极乐世界的一报专言 下面呢 是讲了正报专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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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